清洗呢,它也主要是分为两部,就是外部的清洗和内部用酒精给它消毒,自动清洗 然后我们下面是第二步的消毒 然后我们是将酒精从这里给它倒进去 如果不知道倒多少的时候,你可以在那里面去看你这个机子是多大的 一般是500和300的,然后我们倒进去 然后我们再倒一小杯这个水 然后打开这个自动清洗,让它清洗30分钟 好,30分钟已到,我们将这个开关开到off 然后拔掉这个水管子,将里面洗了的水全部排出来 排进过后,我们把管子给它上上 加四罐清水进去 我们再次开到清洗15分钟 第二次清洗15分钟已经到了,我们又把它关到off 也是拔掉这个管子,把里面的水全部给它放出来 放进过后,我们又把这个管子给它装好 将水管子打开,自来水打开 然后将开关 开置置冰 好,它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我们有时候这个地方它会,它会滴水的 滴水的如果,如果它是顺着这个到处流到地面的话 我们可以拿两个吸管,然后接上过后 从这个洞插进去,我们轻轻吹它一下 它那时候里面堵上了 好,我们就清洗完成 我们现在把它盖上 把这个给它上上去 然后将这个给它装进去 一定要顺着这样插下去 一定要小心不要将这个杆印线给弄断了 好,这样给它扣上就好了 外盖给它盖上 然后把上面先挂上它 挂上它这样顺着往下一拉就好了 好,清洗这个置冰机呢,我们很快就清洗完了 还是老规矩积点肤浅的看法 第一,操作清洗这个置冰机呢,我们主要是分为两部 第一部呢,是搞它里面的卫生 第二部呢,是消毒 第二呢,就是里面这个散热器 因为这个散热器它的风是从前面进去的 前面进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一个月给它洗一次这个过滤网 千万不要把这个过滤网 我们为了省事,让它好好的治冰 然后我们就把它拔掉 如果拔掉的话,它洗很多灰尘进去 那个散热器里面它就会很脏的 这个是其他的冰箱 是在外面它很好洗的 这个你就洗不了了 它在电机里面很难洗的 所以说我们每个月 我们要把它拔下来洗一次 然后我们再这样给它插上去就好了 每个这样给它插上去 当然这个置冰机呢,我们不用担心它会坏掉 基本上它都有自我保护的功能 如果你这个它散热不了的话 它吃冰机它自然它就停了 它停了它不工作了 如果它再能散热的时候它才工作 第三就是我们再放了酒精进去消毒过后 我们再清洗了它过后 然后我们制的第一轮冰 我们就把它拿来丢掉 千万不要拿给客人吃 如果拿给客人吃那个 还有酒精的话客人会投诉你的 那以上就是我对这个清理 制冰机的几点肤浅的看法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对你呢也有所帮助 记得赞赏加关注 人生不迷路,暂费 昨天清洗完了 今天已经吃了这么满满的冰呢 每一个这么大就是正常的 也正常这么厚